据说遇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芝亭 也会跑步,但是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一些比较综合性的训练吧 因为时间不够嘛,所以就是会把速度啊,有跑步,有打拳,所有综合在一起去练 健身最重要的是 就是坚持,其实,对 你今天交给你,你有没有交流过忍住心吗? 好像没有啊,我跟姜姜只是交流过吃的心 对,吃也是很重要的嘛,精神的部分 那你对这次不断了《动出我世界》的话,是什么特意的? 《动出我世界》,其实我特别开心品牌选了这个slogan,因为这个完全就是我的左右名 粉丝们正要黑我,就说我多动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我觉得人本来就是应该是动的,不应该是静止的 就老天爷设计我们都是,我们是其实都有很多动物性的感知在里面 我们是应该是一直动着的,而且是动着是对你的整个人的灵魂,还有整个事情会比较有帮助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slogan,因为是我很相信的一句话 那你今天要做什么呢? 最近忙着在拍电视剧 对 是一个创业剧,跟景美田老师今天 然后就挺好玩,其实我演的 为什么我在笑呢? 因为其实我演的是有点那个,北京小匹的那份 但是其实那口音有点难抓,最近在练这样一个 就观察跟感觉模仿吧 没有我刚才那个那么夸张了,但是就是 很多,就比较,比我平常说话的方式有点接地气的 对 啊,我的内心说什么 嗨,这是我刚回国,这是胡同 胡同小虾把我给弄懵了 我不认路,类似这种 嗯,看你有路那个风味的,看你有什么样子 主要是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 也不会是儿时的,这个就不太好 小的时候的偶像是谢霆锋嘛 然后其实我就跟她妹妹一起拍戏 我跟婷婷拍戏就变了很好的朋友 那我所有这几年 所有累积的那些谜地行为 原来婷婷都一直有告诉她的家人 以及婷锋 所以我去录这个节目就是挺尴尬的 就觉得她都知道 你知道吗 就装不起 没有本钱就装了 装不了了 所以就特别 特别特别尴尬 反正就是,因为所有我之前那些书工鸡头 模仿屏风说话 那些东西 原来她都知道 谢谢你 谢霆霆 好朋友 真是 我还以为是说好 我提早反应了 直板 直板我觉得也是夸我 谢谢 谢谢 还行 还是蛮快的 刚才谦虚吧 没有太嚣张吧 有 你一直坚持在写 有 我这几天一直在写呢 但是又不能告诉你 这种感觉特别憋屈 反正最近也是为了一部将要拍的电影 本来还愁着这事呢 今天真开心 我本来 我只有两天的时间写一首歌出来 这个也是帮我把夜观 我很想嚣张 因为我特自豪这事 但我要显谦虚 我要显得特谦虚啊 就我只有两天的时间写这首歌出来 然后就特别懊恼 我觉得 不可能 主题曲 必须要写得好啊 然后昨晚就 一碗写出来了 还写下装对不对 算了算了 顺着她吧 一碗写出来 是不是 做了一个男孩 今天来的 你怎么会想起来 咚 头咚 认识你粉丝哪个愿望 粉丝哪个愿望 粉丝哪个愿望 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对吧 好吧 粉丝怕蛮 有一个愿望 就是你们的 这个愿望 是永远都不会实现的 我是这一辈子 都不会好好自拍的 先说现实吧 嗯 节哀顺变 节哀顺变 我什么想见粉丝说 谢谢你们这几年的陪伴 嗯 哎呦 我不想说很沉重 但我说实话 真的很爱他们 嗯 其实我心里永远有他们 就我很多 累的时候 沮丧的时候 我不爱说 大老爷们老在那儿 我好累啊 很痛苦 没意思 但是你们真的是我很大的一个动力 所以 谢谢你们 哎肉麻肉麻 够了差不多 嘿 然后我分享一下 你的愿望 2018年的新的愿望 嗯 啊 我很期待 我下一步的成长 嗯 我知道我下一步的成长是什么 而且我很期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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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